為了要配合馬路客洪洪界外 經濟部水利素和交通部公路總局 正今南投市軍公局改建的工程 為今年五月份開始當工 不過最近有民眾懷疑說 為何這個教民必須要做到三秋節這麼高的 今天兩月發生恰好意外 所以向立委創紅龍來定情 今天創紅龍就邀請相關的單位來到現場探測 歡迎鄉親的意見 看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方案 當市軍公局邀請來來往往 我們存在山島可以通行 這次有配合馬路客洪災經濟的業務 來進行改建工程 這次現在民眾發現工程的設計有所快點 但完工後容易來發生交通的意外 他當時的工程會完全沒有提到要橋面增高 只是提到說橋要透漢24公尺 由線型20公尺加4公尺24公尺 然後引道部分不動 維持現狀 透漢後的軍工橋 到現在的橋面關3.78公尺 從東山路到現在的橋面就已經關6公尺 再給3.78公尺之後 等於是各地的100公尺以來 在相關10公尺 對不對 相關的地方剛才路上的一半 各位洋賓民大家看 10公尺的速度 它的最大波度是8% 這附近我們中心端設計是4.5% 會讓民眾行車安全問題 留意創洪農要請經濟無罪理數 以公路總督和相關的單位和行程 跟鄉親來進行設施 而且看看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可以來改觀 金工橋的問題是它的出水高度不足 所以通水恐怕 如果是發生50年洪水 就通不夠 如果再有一些緊急事件 就會發生一些災害發生 這當然是港型橋 港型橋但是 這個 它設計的基本的力量 跟它的基本 必須要的長度 都有 在我們高東部設計的幾萬 這次有相關部門表示 在港町 都以照高東部落散世界的幾萬 沒有安全上的一路 不只要是請整個公司再檢討 繼續向鄉親交通協調 記者 女明星 差不多